1到57頁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57頁全部都放到Excel的話 以前的話是非常 花時間的 那現在如果我不希望那麼浪費時間的話 那你可以第一個先找到規則 1 index page等於1 那主要就是把這個地方加一個回圈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連結複製一下 那再來利用什麼呢 比如說我開個新檔 然後在這邊的話你可以利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從Web 從Web把這個貼上 因為它會抓這個網頁裡面 的表格 特別注意喔是抓表格部分 那我們可以利用那個表格 比如說這邊會有錯誤訊息 全部都按4 然後把這個表格全部把它抓下來 但是它會有匯入功能匯入到哪裡匯入到A1 那我可以把這個動作的錄製成去期 然後並且怎麼樣 把這邊喔幾個地方可能會把這個快速做出來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因為你下載第一個的時候 它上面會有這一個列 那等於如果你第二列的話 假設我下載是到92列這裡 那它一樣會有一個標題列 所以會多一個標題列 我必須把它刪掉 那刪掉的話 你就是 除了第一個不要刪 底下都要刪 第二個規則就是把它的日期 因為日期呢 它的這個儲存格裡面放的 只有黏 可是問題我要黏月日怎麼辦 那你可以把這個底下的這個儲存格 複製到上面去 所以我做法是把它複製 貼到這上面 OK 但是它的那個規則有沒有裡面你會發現它只有月跟日嘛 那怎麼辦因為它實際上裡面你可以按右鍵 把它的格式 除了格式呢 再把它改回來 改回來 它原來的年月日都有 OK 等於要做貼上跟修改它的格式 那最後的話就把這兩列 把它刪掉 不過問題來了 你如果要手動來做的話 那因為這邊總共 我印象中它大概有1000 快2000筆的資料吧 所以如果你要刪你要做1000多次 如果你不會用 VBA來做的話 那恐怕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這當然是非常的花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怎麼樣 可以一鍵完成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事情全部的一次完成 這該怎麼做 當然我上禮拜有提過 第一個一樣錄製劇集 你把那個 我們的功能 先叫出來 所以第1步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那個 開發人員叫出來 錄製劇集 錄製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 這個是 我把那個截圖 第一個就錄完之後的話 我們產生的程式 就是叫大樂透 下載 那其中的話 紅色字就是我要修改的 我可以把它 改成一個 叫P4大樂透下載 那主要就是怎麼樣 把這邊的 E改成一個I 這個跟前面的那個 我們規則差不多 那外面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1到 比如57 這邊可能要改57 1到57 把這個做一個 變動 OK 第1頁下載 第2頁下載 第3頁下載 然後呢 放在哪一個 地方 它預設是1 所以 判斷什麼 如果當A1裡面是沒有資料的 也就是說第1次下載 那我就把它放在 R等於1 OK那就A1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向下追蹤加1 本來它最下面是91 第一次 加1的話就放在92的位置上面 這樣它就一個一個的全部通通幫我把它下載下來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請各位先把 這部分先完成 如果還有另外精簡 程式錄下來你會發現有這麼多點 其實只需要什麼 留下3個就可以了 那這樣程式就會簡單多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快速的刪除日期 那刪除的方式程式在這裡 這一段 然後 複製的話就是這一段 複製的話就是把 後一個的儲存格 複製到前一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還有做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這個 Lumber Formate Local 把它用什麼 YYYY 斜線M 就等於是 這個格式 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我剛剛講 這邊有沒有 按右鍵 除成格式 其實你可以選 這個之後按制定 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將來你在Lumber Formate Local 加上這個 裡面的 公式的話 它就按照 你要 當然如果你不是要按這樣排列 比如說你希望的 是這樣的 比如說是有年月日的話 你可以制定 但你可以把這一串 貼到Lumber Formate Local 它就會顯示是這樣子 也就是它這個背後是它的規則 上個禮拜主要是先講到這裡 但是問題 我們後面還沒解決 還有一些地方還沒做完 比如說 要如何把這些多餘的列刪掉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你手動吧 如果你在手動按右鍵刪除 手動在右鍵刪除 不是